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阳光财经,我是Sani 今天是10月20日 三大指数表面上看和平时没有什么两样 涨跌幅度都很小 其中道琼斯指数涨了152点 涨幅是0.43% 标普涨了16个点 纳指跌了7个点 微跌万分之五 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 道琼斯指数悄悄串出新高了 并且纳斯达克指数已经占上了15000点两天了 这个都是多头恢复元气的体现 美股最大的优势是 在头部即将形成的时候 总是悄悄的就变成了底部 长期这样的话 人们就不习惯于整天逃顶 你以为你逃的是顶 结果只是一个小小的回调而已 每次逃顶都以更高的点数买回来 最终就是温水煮青蛙 逃顶的人会非常少 等到真正大顶来临的时候 反而是跑不掉了 美股的特点是长期慢牛上涨 突然间闪电仗快速暴跌 完成风险释放 快速暴跌需要外力借力完成 历史上能促成崩盘式暴跌的 都是一些非常极端的事件 像恐怖袭击 大型金融机构倒闭 还有瘟疫等等 相同点是 都是意料之外的 有一些评论人士认为 加息是美股大顶的催化剂 货币政策因为有提前预期消化 意料之外的东西落地了 只能叫做利空出境 比较不太可能形成崩盘式的暴跌 美联储的行动 更多的是导致横盘 而不是暴跌 这点和中国的房地产调控有点相似 都是当地政府的大宝贝 小小的跌一点就心疼的不得了了 各种旧事措施都回来了 原因嘛 简单明了 美国人的退休金都在股票基金里头 而中国人的命根子呢 都在房子里了 所以指望美国的货币政策 自己戳破美股泡沫 引发经济动荡的想法都不太现实 那么这次到底是回调结束 再串新高呢 还是二次摸顶 最终引发大跌呢 道指创新高 并不能认为美股回到了 创新高不断的环境当中 因为道指只是30只股票 而且是传统行业为主 不能代表全部的美股 无论如何 三大指数有一个率先创出新高 对其他两个是有激励的 短期看 市场确实有回暖的迹象 标普500指数也接近前期高点了 这两个指数目前到底是 正在做一个头部 还是已经调整结束 准备进入上涨 目前不确定 总体来说呢 如果能够串新高 则偏看涨 那如果不能串新高 则看横盘为主 暂时看不出有什么暴跌的迹象 所以都可以继续持有股票 还是那句话 逃顶非常不容易 凡人无法预测啊 选对了股票 可能比预测大盘更重要 那斯达克指数在9月份回调以来 已经连续反弹 目前重新回到15000点以上 多头似乎获得了主动权 反弹时有连续性 反弹的幅度啊 每天一点 累积下来 居然也有900点左右的反弹了 短期看 那斯达克似乎开启暴跌的可能性很小 即使如此 那斯达克仍然是以横盘整理行情看待 在目前这个位置 其实已经横盘70天以上了 也不在乎继续横盘一个月了 三大指数走出了中期趋势 无方向性的K线图 后市走势比较难以判断 这个和10天以后要召开的美联储 议席会议有很大的关系啊 初步判断11月3日 极有可能是宣布缩减QE的黄道吉日 在那天之前 股市大涨只能迎来重锤 接下来的10天 大盘和个股都要准备迎接货币政策的调整 串心高先放一边 调整充分了 利空公布的时候叫利空出境 调整不充分了 利空公布的时候就会补跌 特斯拉三季报公布 这是一件大事啊 三季度财报营业收入 毛利率 净利润都出现了大幅增长 三季度营业收入是137.57亿美元 按年同比增长57% 其中汽车的营收增长率是58% 按GAAP会计准则的净利润16.18亿 同比大幅增长389% 每股收益是1.44 同比大幅增长433% 好 那么值得注意的是 三季度毛利率也大幅提高 按会计准则算毛利率26.6% 同比大幅增长308个BP 比二季度环比也有2.5%的提高 毛利率的提高一方面是特斯拉涨价 另一方面是规模化之后成本贪薄 利润率有所增加 毛利率增加是一家公司竞争力加强的体现 这个指标的持续改善 使得公司盈利前景就更好 交车数据已经提前剧透 三季度交车24.1万辆 交付大于生产 供不应求的状态持续 交车数据同比大幅增长73% 这个增长率很不错了 2021年全年估计可以交付88万辆 AutoPilot到底有没有用 财报给出了数据 有用自动驾驶功能的 两次碰撞事故之间的行驶里程 是蓝色的这条曲线 红色的是没有用自动驾驶的 绿色的是美国平均水平 这个数据越高表示越安全 这幅图显示 用了特斯拉自动驾驶 事故率低于美国的平均水平 特斯拉的储能业务也大幅增长 增长率是71% 市场需求越来越高了 而且特斯拉布局了40GWH的 储能业务生产线 是现有业务量的13倍 特斯拉对储能业务的 广阔前景感到兴奋 右边的蓝色柱状图是未来的产能 比前面这些红色的柱子确实大多了 再来看一下几个工厂的图片 柏林工厂门口怎么有个摩天轮啊 德国人真会玩 不是我看花眼了吧 德克萨斯州工厂长这个样子 上海工厂长这个样的 最近特斯拉是个热门股 财报公布前已经连续上涨了 今天公布财报之后 预期之内的盘后股价稳定 符合标普成分股的特征 就是雷打不动 管理389%的增长率 就是不涨 说不定开盘还要跌一下 以示不满 这就是股票 不一定业绩好就等于股价上涨 大家习惯就好了啊 金融机构大幅提高特斯拉的目标价 摩根士丹利维持特斯拉超配评级 目标价900美元 所谓超配评级啊 就是超过常规买入比例的评级 比如基金公司配置特斯拉3%的仓位 超配时那就配超过3%了 适当超过 这个是强烈看好的意思 电影大空头原型 Michael Barry掌管的Skyen财富管理公司 不再通过看跌期权做空特斯拉股票 Barry曾经在一年前发推特说 全球汽车产业股票估值 只有0.35倍的市销率 特斯拉的市销率18 远远超过了汽车股票的平均估值 很明显他的观点错误 2020年有一个争论 就是特斯拉到底是归属汽车行业 还是归属科技行业 我想到了2021年底 即使不承认特斯拉是科技股 也会承认特斯拉是按科技股来估值 这位大空头做空特斯拉的方式是买入看跌期权 这种做空手段最大的损失将是失去全部的期权本金 那我们看到特斯拉一直在反弹 两个月反弹了49% 所有的虚值看跌期权都损失惨重 不止这个空头停止做空啊 很多空头都表示受不了 再涨下去啊 裤子都要拿去当铺抵押了 特斯拉空头做空比例正在下跌 7月到10月空头持仓比例从7%下降到2%左右 做空的人是越来越少了 基本面支持特斯拉长期上涨逻辑 同时又有一个非常会画饼造势的马斯克 说个什么话就自带流量广泛传播 这样摆在桌面上明摆着的多头 并不容易兑付啊 在奔驰宝马奥迪德系车的德国 特斯拉9月份销量超过了奔驰宝奥中型车销量的总和 据德国官方消息 特斯拉Model 3销量6800 超过BBA三家合计高端品牌中型轿车销量6100 前面我们在引用马斯克2030年2000万辆车交车数据的时候 很多人不相信啊 2000万辆相当于全球市场的三分之一 相当于2030年每卖出三辆车 就有一辆是特斯拉 也许达不到吧 但是销量超过一两个传统车企是有可能的 有趣的是 马斯克还跑到大众集团去做内部发言 可见传统车企看得起这个对手啊 也很尊重特斯拉这个对手 这从另一个角度证实了特斯拉的江湖地位 事实也说明燃油车的市场占有率在下降 汽车行业早晚是要重新洗牌的 在传统车企市场被蚕食的过程中 必然会有新能源车车企的崛起 那么特斯拉上涨是早晚的事 我们买了股票整天担心这个担心那个 和保持信心安心持股得到的结果是两回事 每天朝短线赌财报刺激好玩 小赌一勤 股市老人一般认为 禅线才能够获得丰厚的利润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